盧家或儒學在近代之所以崩潰的關鍵原因,其實是因為大家批評軍臣,認為這是奴隸性的。 禁一波的批評父子 崩潰網羅 軍為成剛,附為此剛,附為其剛 衝殺無常 滅世無常 滅師五常 五輪當中,唯有朋友為可樂 其他事情都是約束 都是苦 有很多禮教 朋友,合著合不合著禮 所以整個儒學的崩壞 就跟此事有密切的關係 一帝是有君,不如 諸夏是無也 君臣父子之輪 華夏民族所以能夠綿延擴大 這是現代人不瞭解 絕大多數史學家也不瞭解 華夏民族靠了君臣父子之輪 所以能夠綿延擴大 何以後 互保、互裕的一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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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在歷史上這裏 他其實非常地成功 那現在的問題是這樣 如果 他是以這樣的機制幾些年 他所形成的這一個 倫理關係、人際關係 情感關係 如果跟現代的自由民主 平等的社會 能夠融合呢 其實 就是用古人所講的 只兩用忠 意思就是說 自由民主平等 有他許多的好處 尤其現在 必然要走向 以人民為本的 一個民主 共和的一個制度 這是互必要的 可另一方 人群的一種 互保、互裕 人群的一種 有德性 有才能的人 作為領袖 這又是一個團體 能夠生存發展 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 任何社會 不可能沒有他的一些領導 或者一些領袖的人物 無論從中央到地方 乃至於各成績都是一樣 所以政治最重要的一題 是讓 選賢與能 選賢與能 能之人 對於政治而言 至關重要 他不僅是有政治的意 也具有文化的意涵 否則 現代的政治 是非常容易庸俗化的 非常容易 就是 Abitat 柏拉圖 人 就是 贊同你的多 票多 票多 好像就是對的 事實上是庸俗化 你可以整個往下走 那 在這點意義上 指兩用中 要把有君德之人 有真正的領導能力的人 透過適當的方式 今天必須是民主的方式 選舉出來 一層一層的 作為社會的 政治的領袖人物 那麼 也必須要強調 這些 在領導的人 今天不好再說 在上位的人 但這些領導的人 他本身要有 全面的責任感 相對應的責任感 那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 其實 我剛說 亞馬遜從里里的那一些 部主 那個遺迪 那個遺迪 你去 那些 從里的人 他們的那一種 君臣之意 是最原初的 那個君臣之意 其實非常動人 就是領袖要有高度的 公平 這只叫做無私 照顧大家的 德性 也要有高度的能力 就是聰明睿智 勇敢 那 底下的人 對於他 也有高度的忠誠 跟一體之感 這個是一個 社會能夠 發揮 效能很重要的一點 坦白說 這不體的政治上 在公司行好也如此 那 台灣 今天 企業 之所以不能夠 順移發展 跟我們的倫理的衰落 也有關係 意思就是說 他只相信家族裡頭的人 家族以外的人 他很難想 所以都變成家族企業 他很難做大 然後大企業 沒道德 他只對家族裡頭的人 他照顧 他一旦做大之後 像台灣幾個大企業 我們現在整個都在暴亡的 都沒良心 對社會上沒良心 他沒有的倫理可憐 那 日本 為什麽企業 公建的能力 出來的這些社長 要負很大的責任 非常照顧一下 所以 他的那個公司的那個 動員力很強 但是反過來 壓迫性很大 沒有創不到力 這個組織非常重要 美國人 就是高度的個人主義 自由 但他有強大的紀律性 自我要求性 那個紀律性非常地強 這是我們在台灣很難以想見的 美國公司並不好混 在美國那個日子 你這樣進入相關公司 非常緊張 忙碌 所以 不同的社會 不同的組織方式 這個組織方式是很難以講解 其實華人社會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組織方式 還是從原來的家庭家族這裏演化過來的 離美國的那種完全的個人主義 都還有相當的距離 我們是在往那邊走 但是 仔細也留起來 差距還是很大 那種從那個我一再講 那邊走 那是從一個城邦的那種獨立 自主的那種鬥士跟戰士的那種精神 有演化過來的 那是他們幾千年的傳統 因此 我剛才也跟周恩講 就拿政治上來講 台灣現在所有的政治 各地都有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 其實 一定程度上 就是運用傳統的家族 甚至於軍臣的倫理 所構成的 他的地方上力量很大的 那在中國大陸上也是一樣 各地都有山頭 山頭特性 幫派特性 就好聽一點 叫做廣義的這種 軍臣 或著 父子兄弟 這還是他的基本組織方式 政治 不是一個空談的東西 你不能用他設想一個理想之路 或是華人通通變成美國人 或是通通變成法國人 還是法國人 還是德國人 還是英國人 變不了 每一國人組織方式都不一樣 真的都不一樣 各國組織方式都不一樣 各國組織方式都不一樣 你只能做自己 你必須在你自己 現有的組織方式裡頭 盡可能去掉它的缺點 然後 這個 加入新的 元素 這就是我認為第三期儒學 該做的事情 第三期儒學 就是 認清我是誰 我不是算繼承傳統 我不是為了繼承傳統 我不是為了繼承傳統 傳統為什麼一定要繼承 傳統不好就不要繼承 坦白跟諸位講 我是誰 我沒有辦法變成另外的人 華人就是華人 華人的基本的性格 家庭、社會、政治的組織特性 這個沒有辦法一下變得 你必須認清楚 他的現況 我是誰 他的優點跟缺點 在這個基礎底下 去思考 他新的道路 在這個基礎底下 在傳統的五輪的基礎底下 容納現代的自由平等 這個民主 做最大的融合 做最大的融合 Sea 一個民主 公司 公司 封建 封建 也不軍主或帝制 而是屬於人民的 公司 廣大大衛的 人民福祉 但中間要想辦法設計出一套選賢引人制度 各身體的人 那這個制度怎麼設計呢? 當然要進一步地談 這裡沒辦法多談 譬如說抓匯賢跟抓暴力 這是非常重要 否則的話 地方上的金跟權 這個人會變成出來 就像台灣目前的議會 就是靠著黑道 靠著錢賣 所以 制度上的設計 要怎麼樣預防 要盡可能的 讓這些不利因素能夠去除 而讓地方上難道就沒有賢能之人嗎? 我常說馬英九 不會做政治就是這樣 他是總的空降部隊 馬英九 看不起地方派 不是黑就是金 跟馬英九 馬英九 馬英九 他真能代表地方的人 在現有的日律下,盡量容納理想 這是我認為中西融合 在這個意義上,柏拉圖的理想不會有用的 在這個意義上,柏拉圖的理想不會有用的 理想很有用的 但你要懂的是吧 現實力怎麼幫他往理想推 你要順著你自己的脈絡 這才可能成功 我們人也是一樣 我們也不能互相學習 我是我,你是你,每個人各有各自的才性 各有能力,彼此無險,無法變成對方 要順著自己的性格 出身、背景 性情 王,認清楚自己的長處 發展他 認清楚自己的短處 竟然克制他 這才可能有前途 所以 從這個 與其一之有君 不如誅心還是乎也 為什麼一路講到這裡 不如誅心 如學到今天 最為大家詬病的關鍵 就是這個事情 就是三綱之所 經惟成綱,復違之綱 復違之綱,復違之綱 他沒有問題 把希望更講得更清楚一點 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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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手 唯公 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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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 博士內格 責任能力差得很遠 為甚麼呢? 真正的責任是要能夠不斷地思考反省 他們只是照班、照學 而缺乏去反省思考 這一套東西 他的基礎 他的Condition 他的基本原理 真懂基本原理的人 不會拘定於條文的 問乎萬事萬辯 差得很遠 可憐 美國 印象很深刻 鄭漢 亞里協會 亞里協會 台灣不錯 謝謝 謝謝 為甚麼不錯 你們是美國的好學生啊? 好母親 心裡很震撼 當然也有點難過 我就哭哭講一句 我就把美國的文化問題批批了一堆 我說美國這個問題 他也不太說 然後大家就各走各 但是 事實上也是如此 台灣是美國的好學生 各方面來講 各種體制 但是很不幸的 就是 非西方國家 永遠是西方國家的一個 在他們來看 其實真的是 三流的學生 法律不是要量身定做的 你的政治跟法治 要適合你的身體 你的體質 不適合的行不通 所以台灣人或者華人 為什麼不編復守法 因為法不是按照你的身體定的嗎 因為法都這麼造超 造超來的不行 你要懂得那個法的原理 我也不是說 就不變了 因為我就這樣我死不肯變 你說這個意思 你是要吸收西方的法治 跟民主 但是你要懂得那個東西的原理 要按照你的身體體質 重新來裁縫 做一套適合你的衣服 這才有遠大的前途 所以 東西方的文明的交會 困難在這個地方 你要深刻地懂得雙方文明的 基本的原理原則 何以故 他怎麼來的 他怎麼來的 在古典藝 古典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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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辦 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出路的話 我也實在不知道 我們這個文明的出路在什麼地方 知道意思嗎 不知道 他現在也感到很多嚴重的問題 事實上 今天已經 英語難有這個味道 但也不會發生 其實他的文明的潛力 比我們想像的 雄厚的多 他不會崩潰 他不會崩潰 這個也不在這裡 沒有時間 那裡可以作為吸收 有問題 來 請說 我想順著 剛才老師說 就是 再來追問一下 就是說 可是我看到 就是像那個日本 從那個 明治天皇 明治維新的時候 他們曾經一度說 要那個 拖亞入歐 然後要全盤西皇 看似好像 明治維新 似乎是 至少 軍力 軍力起來 國家 在軍隊方面 強起來 後來 那個 法尼抗戰 把中國打得 落花流水的 對啊 好 小五戰爭 中文戰爭 我一定是說 日本他們那個 當時的 這條路能不能夠走 好像感覺蠻成功的樣子 對 這個東西是這樣的 每城再久 述城不吉改 這個 馬尼寨 治維新的 馬尼寨 馬尼寨 人間處事之不義 是不義 家裡穿和服,出外穿西服 在運用上來講 都西方有這個合魂陽彩 所以到了二十世紀後期 就產生嚴重的精神分別 新人類、新興人類 佛系難 草詩難 新人叫做空 對入空文 宅男 尼特族 社會問題 大公司 航號 傳統那套倫理系統 照那樣做 年輕人向往 西方 東京 西方 檢派 日本的國力 和魂洋財 財民所付出的代替太慘重 本文明跟西方文明的一些深刻的衝突 他從來也沒有成功的處理過 就這麼分裂成兩塊 那今天這些毛病都出來了 中華文明能不能有效處理這個問題呢? 我認為會 這就是他付出慘重代價的結果 為什麼呢? 他把整個原來的政治、社會、 因為,乃至於經濟的各種組織 全部都給打散 倫理、思想、文化 各方面全部都革命掉了 因此在這個情況底下 他除非就是崩潰掉 他如果要活下去 他一定要重新來過 重新來過 必然是要 把各種的東西 方的元素都打散 之後重組 和歸於古今中外 除新融合的一種做法 企圖要融合出一種新的文明的形態 不是復古 但也不可能是西化 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文明 而這裏面的原因 還很講 不是因為民族主義的關係 和歸於古今中外 和歸於古今中外 而不是因為民族主義的關係 和歸於古今中外 而是其中文明 所以我們學者,學人的工作,就是在盡可能地去提出一些比較好的道路,當然我們的智慧都是有限,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不斷釐清這個事情,將來就有希望了,明白的意思嗎? 這次我提出的就是一種,融通中西的可能,所以叫植兩用宗啊,其實不是中體系用啊,叫植兩用宗,其實中西文明,中西文明各有。 日本的合環養財 日本的自由的,事實上是非常獨立的一個心理,所謂自良之之所,就是代表,洋洋民的。那是高度的自由跟自主的心理,不是那種什麼土不高的那種德川倫理。那是高度的封建式的,紀律性的。 日本的武藥,根本 branches,就是教者,是富貴。 日本的.,布朗孟,就是科斯,是豪高的,是責任、工藝、封建制、 anarch藏、仁建和威財。 幼奔衛的。 日本的,之前 都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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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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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開戰,一旦開戰 要明白這個問題